作为责赖的团员 然后刚刚出道 其实这个怎么讲 我个人觉得 这个行业算是新人 也不算是新人 因为其实出道 算是很久以前 但是其实了解这个行业 是没有很特别的 去深入了解 然后慢慢慢慢的 随着时间 可能一点一点的 更加的知道了 比如说唱歌 跳舞啊 包括我怎样能做好 一名唱跳琴的歌手 并且去努力往这个方向走 所以其实我觉得 对于前辈来讲 我还是算是一个新人 比如说很小的时候 就是那个时候 我还没有自己的一些 重见吧 那个时候 因为年龄小 就是说会听家里人的 多一些 所以其实那个时候 是没有什么太多的 课语生活 就几乎都是在上课 什么 学过撒子黑管 长皮 就舞蹈课啊 英语课啊 这些都是很基础的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 什么奥数 八尔这些都是很基础的 所以其实 我说上学的时候 我就是每一次下个学 然后还要再去上一些艺术类的 就比如说音乐类这种 可能也是因为小的时候 然后家里会给这方面的一些环境 然后导致后面我对音乐会感兴趣 我觉得跟这个也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虽然小时候我不懂什么 对于我来讲 我不是说所有人都是这样 我只是发表一些我个人的观点 个人是觉得 给我按照这样的标签 首先是对于我现在的一种评价吧 我不管你是认不认可 但起码 我有我 所追求的东西 你看到了 完了之后 你可能会对于 我现在所多的事情 做一些评价 自然我也是有 就是一直支持我的人 喜欢我的人 所以怎么说呢 按完标签的无所谓 我觉得标签只是 让别人看到我的一种方式吧 而且你怎么评价 也无所谓 就看我放在心上吧 所以 没有什么认不认可 我觉得你可以随意 就是说给我贴标签 无所谓的 我觉得你可以定义我 但是 真正能定义我的 只有我自己 真的 很多人问我有没有压力啊 就是 我觉得 有的财房 可以就知道 我没有问题 我没有压力 我真的没有压力 我觉得挺开心的 我能做我自己 喜欢的事情 我能身处在 这个环境里面 我首先 我做的这个事业 它是我爱的 我所热爱的 然后其次 我做我的事业 无论就是说 我现在有没有 什么收入过 怎么样 但起码 我是养活自己的一个状态 就是 我的生活过得很开心 而且我还能同时在做我自己心愿的事情 我觉得 就是 要 支出场路 所以 你有的时候 我们不要去想太多 所以你觉得 我 我 我压力很大 我这件事情不顺心 那件事情 怎么这么倒霉 你想这些 真的会给自己的心情 带来很大的那种 每天都是难过的冲击波 那就是为什么呢 那你还不如就是说 你有这些悲伤的时间 你可以想想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 反正你解决以后 发现其实根本就 没有你想那么难受 其实 知足一点吧 真的 就当下的环境 给我们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安全 然后又幸福 然后包括 也没有什么 太多的什么疾病啊 不管怎么怎么样 就是身体也好 然后就挺好的 然后身边的家人啊 什么的朋友都挺好的 我觉得就挺幸福了 因为可能你们听了 一定会要听不烦啊 就是我还是想我要 跟我们的舞台吧 就是 喜欢在舞台上 我觉得生活处都充满挑战 就 实时刻刻都得挑战 所以 就迎来而上吧 不退了 有什么问题就迎来而上 有什么事情就立马解决 不能说是特定的一个人 我觉得 我想感谢的是 我从生活中 包括 跟人相处中 能感受到的善意吧 就是我觉得 其实身处的这个环境吧 大家都很累 说实话 就是 大家也都很好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可能 大家就是自己的事情 还会不好 可能自己的事情 里面蒙的焦头烂裹 可能有的时候 就可能回家以后 自己可能会躲在背里哭啊 或者怎么样 就现在跑 很多人都会这样 但是只是 他们不会表现出来 但是有的时候 你去能感受到这些人 对你的一些善意 就是 无论是自己的什么 就是这个陌生人 或者是熟悉的人 能在这种状态下 给你带来一份 能快乐 然后一份 很温暖的这种力量 我觉得 是我想感谢的事情吧 我觉得这是 我应该做你的一个责任 就是 能多做一些工艺 就多做一些工艺 在自己 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 而且我也就是 很开心 能影响到 喜欢我支持我的人 能跟我一起 然后主动多的人 我觉得这是一件 很 骄傲的事情 其实 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 就是发现 偶然我也能影响到别人 然后弯弯弯的 随着就是 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就会觉得 我已经 会影响到别人了 已经能给别人带来力量 好 谢谢大家